今天这身装扮大家觉得是什么? 鸡 不是,你眼睛在看清楚 两只鸡 就是鸡 不是,你们全家才... 我们今天请到我们的审美面相专家 我们的菩提老师 欢迎 欢迎大家好 我们的居家教授好 还有我们的陈大医生好 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还有我们的审美达人陈博生 陈医生 谢谢大家 大家好 那菩提老师哦 我们进行疫情可能大家都是在居家办公啊 或者是有一些人会面临就是 求职不是这么顺利的状况 那希望菩提老师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 财运源源不绝的一些方法 那请菩提老师跟大家做分享 是是是 讲到财运源源不绝 就是说是大家都想要 对 因为疫情现在是 坦白讲 现在还是在很高峰的 对 对,可是这有些人 有朋友其实他们真的是 私下对我表示 这个时候如果从命迷的角度来看 那怎样催财 他们觉得说 希望能够得到更实际的做法 因为这些时候还是说 本来我一天面对10个客人 那我催财之后 我努力面对20个 可能我赚钱机会高 但是他现在面对就是 他家里的小孩 对 他家人 财运没有增加感情 是这个冲突不断增加 哈哈哈哈 是有听说 所以说我们其实呢 在疫情期间 那你说难道 就没办法催财运吗 诶 我们观察一件事情 刚刚我们还没开播之后 私下就聊了 那是一次就在提 说其实呢 股市现在节节高增 所以你说 诶 这个件事情就很断死 诶 那股票最近要怎么买 那我 那我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 然后中间的说一个洞 他就用卷转牌 然后旋转他拿飞来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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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要老师干嘛 对对对 但是我们刚刚是神医师讲的 他其实我也还不错 那算了 就是说如果你设备要设重 卖的还真的算钱 那就代表说 你的财运很厉害 对 那老师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要怎么样设重 真正可以赚钱 好 那么呢 所以我们观察一下 就是说 其实既然我们今天每天都待在家 大部分老师待在家 所以说 待家的时间比较长 因为我们也是节流 这个分流上班 很多的朋友是这样 那你既然在家的 这个关系多了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其实 因为今年 在过年的时候 很多人在过年的时候 都知道 有吹财 有去 带财神烟 对对对对 可是那是过年的时候 如果假设各位朋友在家 都已经有 在今年的开始的时候 就有准备 就有一些不同的财位 那你爸 你要持续 但是呢 我们在那边提醒了 既然大家久了 那你又想要吹点财 其实啊 有时候呢 不义之财 不是 不义之财 不义之财 意外之财 好意外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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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股票真的很多人在买 很多人赚钱 所以怕一直都飙升 你知道吗 那我们可以预期就是说 其实啊 让自己呢 在家也可以酝酿一些 小财运的便宜 然后呢 等到 疫情一松麻之后 马上就 不是报复信 喔 就马上就来竞争 这边 埋线啊 打不尿酸啊 尽量报复没问题 对 找陈医师 把我们呢 报复信销 对在家 有时候两个月关起来 真的坦白讲 你自己照镜子 不知不觉就老了 像我们的话 对 很容易想要看 很容易看到自己眼上的缺点 确实是 所以在家里面呢 我们既然 跟家的关系 待多了 待久了 我们羊仔的一个布局 其实很重要 待来都很清楚 所以羊仔我们就讲到什么呢 柴位 那很多 对很多人知道 其实 在柴位 比方说 像刚刚 我们的那个 主持人小乔 他 在那边给我看 他买招财猫 那招财猫放哪里 通常招财猫 会蛮适合 营业的 营业单位 那他就向门口招 跟这个 这个所谓的 那个 狗来父 那道理是类似一样的 所以呢 当然如果没有招财猫的话 他 猫 动物 再 如果说 他是被兽予招财的猫 他就是神兽 神兽的话呢 我们先要往门口靠 欸 都没有帮助 哦 原来是这样 对 那如果说 你不是用招财猫 那你可以用别的 比方说 我们刚刚讲过 你持续你今年已经有 在财神爷那边啊 求的财 或是你贴的什么财神 都很好 等一下 后面这边我们保留起来 赶快 小编那边 要不要跟大家做分享 赶快帮我出去小编 我也有在加入黄金会员 对 那老师我们近期就是 可能 比如像是有一些人 他在搞工作的时候 他有线上面试的机会 那线上面试他就有 你再加了小缩 那就可以看到整个脸 那这个方面的话 他是不是可以 就是透过脸的改变 然后来增加他的 赚钱的方法 那真的很棒 其实这一件事情 我们都没有累过 所以说 线上这件事情 确确实是现在 每天都在发生的一个线上 比如跟客户开会啊 对 业务跟客户开会 也都是线上的 没有错 那我们就要展现出 我们的面容 一定的 所以说你这个面容 就是代表你的面向 面向很重要 那刚刚小编提到的时候 其实啊 说实话 现在这种疫情 你还有得到线上 这个所谓的 interview的机会 对 那你大家展现出 有没有那第一印象 可以让主管跟面试官 或老板觉得说 你蛮能够绑塔造成 很重要 所以面向很重要啊 所以我们在面向学 人向学里头 其实我们也常常在 企业里头去教育 那个主管跟老板 我就刚刚面试 都不知道 其中一个是面向老师 就看 他是属于什么面向 他的 坦白说 主管在用能的时候 如果他财运好 或是他的业务能力很强 在面向上 有这个特征的时候 我们就让他 能够在对的 这个工作的领域里面发挥 那如果 所以说各位朋友 你在应征呢 假如你是属于 比方说行销的 业务工作 他们呢 坦白说 那个积极度 是老板最在意的 所以一个人展现积极度 你注意看喔 台面上的可能企业家 可能是企业趣子 有一个 mixes 工程 会甘开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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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